星链掠过中国空间站,特斯拉被抵制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前段时间,星链卫星与中国空间站擦肩而过 有一部分国内的媒体就这件事情对马斯克发出了抵制 并且谴责特斯拉车主,说是星链计划有他们的贡献 更有甚者借此机会发起了抵制特斯拉的声音 星链计划到底是不是一个危险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此次插肩而过的新闻以及星链计划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在去年的7月跟10月 两次威胁到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安全 使得天宫需要进行紧急避险的动作以防止碰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尽快采取措施 避免之类威胁航天员生命安全的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已经向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外太空事务办公室 关于此事提交了说明 这个办公室成立于1958年 也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的第二年 这个部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负责空间资源协调工作的一个机构 另外联合国下属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相关机构 叫ITU 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 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分配卫星的频道以及轨道 如果个人想要发射一颗卫星的话 一般需要几步操作呢 从世界范围来看 如果你想要发射一颗卫星 简单来说呢 大概分为四步 第一步那就是要拥有一颗卫星了 自己制造也好 购买也罢 中国的话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中国卫星 就是专门承接死猎业务的 根据卫星的大小以及功能 价格呢 有所不同 一颗北斗卫星的成本 大概在7亿到8亿人民币左右 第二步啊 就是卫星的发射了 目前世界上几个可以发射 洲际导弹的国家 都有稳定发射卫星的能力 大家也都承接卫星发射的业务 第三呢 就是需要像刚才提到的ITU提出申请 申请卫星的频道和轨道 防止卫星在天上发生碰撞 第四步啊 很多国家呢 都会有自己的监管机构 所以啊 同样还要通过本国的 也就是国家级别的申请和审核 在发射之后呢 如果说需要跟卫星取得通讯联系 比如说发出一些调整姿态的指令 接受一些回传的信息 还需要有地面的通讯设备 所以说还要有个地面站 卫星从发射到管理到维护 目前来说啊 都有比较成熟的市场以及服务 以上所有发射前 以及发射后的服务 都不止一家公司可以选择 对于私人卫星来说呢 现在来说 比较常见的服务形式 就是卫星轨道交付 这就好比精装修的房子 你只要选择好户型 甚至连家具都给你包了 你只要提出需求 对方可以从卫星的制造 发射升空到维护管理 给出你几个不同的方案 你可以从中选择 私人的商业发射公司中 比较有名的 有几家美国的公司 像是蓝色起源 比如说理查德维京的 Virgin Operate 波音呢 也在进行一项名为 CST-100的载人飞船研究计划 我们先不说Starlink 贴身飞过天空空间站的事 发射卫星这个事啊 貌似就比我们平时想象的门槛 要低得多 目前载轨的卫星 大概有6000多颗 其中60%都是失效的卫星 也就是说 这些卫星呢 都已经成为了太空垃圾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如果我们搜索 太空碎片这个关键词的话 还会收到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新闻 比如中国进行的 反卫星武器实验 造成的一些碎片 使得国际空间站 不得不采取措施躲避 这次实验呢 是2007年的时候 中国用反卫星武器 摧毁了自己的一颗 退役的气象卫星 实验成功的同时 也造成了3000多片的 太空碎片 根据美国的报道 这些碎片在2011年和2019年 两次和国际空间站擦肩而过 俄罗斯也进行过 一些反卫星武器的实验 这次美国严厉 谴责俄罗斯这种 不负责任而且危险的行为 看了很多报道 总体感觉 这几个太空大国之间 互相谴责对方 是一个常态 马斯克的公司 并不都是欠缺者 像特斯拉 猎鹰火箭 或者是脑机接口 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进行了产品的研发 更好的适合目前的需求 同时大幅度降低了成本 SpaceX按照时间来说 在所有的卫星发射企业当中 并不算早 但就目前来看 这家公司跑得最快 发射成本最低 它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在确保成功率 以及大载荷的前提下 大大降低了发射的成本 Starlink目前有1700多颗 载轨卫星 最终计划将发射 4万2千颗卫星 覆盖全世界大多数的人口 以及偏远地区 其实把卫星通讯搞成白菜价 这种想法并不新鲜 在这条道路上 已经倒下了几拨先行者 90年代中期 摩托拉拉的一星计划 可以说是由工程师们 推动的伟大的梦想 但最终都败在了产品设计 以及营销渠道上 现在还载轨运行的 卫星通讯系统 除了Starlink 还有第二代的一星等等 目前这些成熟的卫星通讯提供商 几乎都是由美国创立的 有些声音是说 担心过多的星面卫星 会对空间安全构成威胁 卫星虽然飞行速度非常快 但是高度一般大于200公里 各自的高度也不相同 再加上更加严格的 全球统一的管理 所以真状上可能性比较小 那我们随便搜索一下 现在就有大把的网站 可以提供全球卫星的 实时未知信息 甚至每一颗卫星是合适发射 属于哪个国家 高度是多少 周期是怎样 各项轨道参数都一目了然 既然个人都能够看到 那就不知道有多少的程序 在进行实时的监控了 特斯拉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的特斯拉销售数据 1月2号 特斯拉公布了2021年第四季度 以及全年汽车生产和交付的数据 数据显示 2021年特斯拉全球销量 同比增长了87.4% 第四季度 特斯拉的销量为30多万辆 再次创下了交付纪录 在中国市场 特斯拉已经连续三个月 突破了5万辆月销 截止11月30日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在2021年 已经交付突破40万辆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 中国市场对于特斯拉的认可度 最后我觉得 底不底之的还要看个人 毕竟钱是自己的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不过如果说这个的动机 是要延缓美国通讯 卫星网络发展的步伐 可能意义并不大 最有效的 还是我们也多发一点卫星上去 获得太空交通规则的话语权 毕竟天上的地方就那么大 谁的车更多 谁的话语权就更大 广袤的太空 就像大航海时代 来临之前的大海一样 向一切暴险者开放 先到先得 在没有明确且强制的规则之下 比别人更快 更强 才是取得胜利的终极手段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 点赞 评论 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